夫人站在路口准备要过马路 但突然身体不适 右手才刚举起来要捂住胸口 下一秒就失去意识 整个人往后倒地 一旁路人撒坏了 赶紧挥手大声呼救 发现一下 医务人员获报到场分秒必争 进行抢救 发现昏倒的夫人 前一天才刚施打莫德纳疫苗 那可能就是因为 这个疫苗产生 所谓过敏性羞恶 可是这个常常是在打完之后 15到30分钟内发生的 而不是在隔天才发生的 所以它隔天才发生的这个 应该要保密它本身 这个是某些疾病 打完隔天就路倒 还一度失去生命迹象 家属透露 妇人有心脏方面的相关疾病 是莫德纳副作用的高危险群 慢性病接种者 容易并发心肌炎 心包膜炎 以及心率不整等症状 发生机率通常在施打第二季时 比较高 虽然不确定妇人发病昏倒 是否和接种莫德纳有关联 但庆幸的是 有机警援警CPR急救 才让他从鬼门关前抢救回来 3D新闻戴卫成林玉军 新北测榜报导